如果您覺得說,我剛剛還要找網頁修正比較麻煩的話 其實您可以直接用螢幕上的畫面 就跟我一般錄那個教學軟體,教學的影片一樣 反正螢幕上出現了,我就把它錄下來 那會比較建議老師,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假設你要用這種,所謂的虛擬正法 最好是雙螢幕比較好 因為一個螢幕做錄製 另外一個螢幕就是放我們這個OBS 等於說我一個是控制台,一個是輸出的 這樣會最方便 但是如果你真的沒有,其實也沒關係 還是可以用 只是說你會有一些片段要稍微剪掉 因為錄的時候可能會錄到你的控制的畫面 所以您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比如說像一般老師可能你們比較常用 應該都是用PowerPoint做教材吧 是不是? 或同學,你們平常報告的時候 應該除了PowerPoint,別無選擇吧 可是其實說實在有很多選擇 那沒有關係 如果您用的是PowerPoint也好 或其他的 比如說像我這邊開一個PowerPoint 或者像我教那個Photoshop啦 還是其他的齁 事實上都可以用 PowerPoint Office 我們這邊有Devil Office 老師有在用Devil Office嗎? 應該用才習慣 老實講,因為我現在電腦裡面是沒有裝規覽的Office 我就是用Devil Office 還有就是包括雲端的 這樣就足夠我用了 當然您要比較複雜的 可能還是不夠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囉 OK,假設我就用這一個 如果呢,像我們這樣子增加 好,第二個 第三個 好,這個是 好,然後呢,這是Page1 OK OK 那麼 我可能 老師平常上課的時候 會不會只有 頭裡面 可能不會對不對 會跳來跳去的嘛 以我來講 我上課現在是很少用PowerPoint 我都是雲端的教材比較多 那麼 明慧跳來跳去的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在這邊,我這邊我再增加一個場景喔 那我把我的視訊關掉 關掉 增加一個 好 增加一個呢 如果呢 像我剛剛講的 你懶得 管它是哪一個 反正螢幕上出現的都懶 我就找這個地方 您看按加號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有一個叫做 顯示器擷取 最下面那一個 這個就是 抓全螢幕的 那如果 你有雙螢幕 你可以選擇 我是來自第一個螢幕 還是第二個螢幕 好 我就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老師要留意一下喔 或同學要留意一下 你會看到回文嗎 啊 中國不是有一個回文嗎 你中油我回中油 你一直轉下去啊 按下去 有沒有回文 因為我現在把自己的畫面 是不是抓在裡面 那裡面又有我自己的畫面 那裡面又有另外一個 這樣是下去了 所以這樣看起來會有點頭暈喔 這樣了解意思齁 所以呢 您如果說 用這個方式 像我剛剛講 最好是雙螢幕 你就省去前面這一段 那如果沒有 比如說我這樣確定了 假設我要錄 好 我就按開始錄製 等一下 我先把我的視訊抓進來一下 您的視訊還是應該可以進來喔 點進來 好 找到了 一樣我還是做一下去背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一直在練習同樣東西 去背是一直在做重複練習 有沒有 射渡鍵 進來 好 調整一下 然後這裡 這邊 鋼琴在這邊 好 我來一點 OK 這樣遮住了 再把上面拉下來 好 那我就打開了 開始錄製 這時候你就可以認真的 開始講你要講的事情 我也把墨花絮關起來 雖然我現在只在PowerPoint 那您不管是 進到PowerPoint的展示 比如說像這樣 你進到完全的投影的方式 然後第一頁第二頁 對不對 這時候看你的視訊還是有錄下來喔 因為在OPS裡面我們有嘛 所以它還是會錄下來 第二頁 好 那這時候你講完了 你可能就切換到網頁的教材 比如說你進到這邊 進到我的網站 好 那像這樣子 進到這裡 欸 進到這邊 OK 那我現在回頭來 我把它停止錄製 先關掉 好 一樣 我做一個 重新封裝的動作 我還是把它轉換一下 這一段 轉換成NP4 好了 現在我回頭 來看剛剛這邊 您看一下 前面會有 這時候你會用真正的 開始講你要講的事情 和你趕快要他去觀察 雖然而現在只在泡混 那您不小心 有沒有發現 你的視訊自然是錄下來 是 比如說像這樣 你今天完全的投影的方式 然後第一位第二位 對不對 剛我在講這段 是沒有把我的畫面秀出來 因為在NP4裡面有沒有用 所以後來 你可能就切換到網頁的教材 比如說你進到這邊 進到我的網站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什麼回文 那個之後就 不知道怎麼再回到那個 你就開始 你按開始錄製之後 您就開始上課了 就可以開始 將接你的簡報啦 或是網頁 就是剛剛從那個螢幕那個 這邊對不對 這個回文 對對對 這樣怎麼 這樣就好了 您只要有開這個 它就是螢幕上的東西 全部會錄下來 所以您只插這個步驟 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開始錄製 按下去之後 你現在在螢幕上的操作 就全部都會被錄下來 等於說我們用全螢幕錄製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單一顆螢幕 所以你會覺得好亂 但是你把按下去開始錄製 你的OBS就可以收起來了 你就可以開始用你平常上課的方式開始錄 因為其實有些老師或同學是不習慣 像我現在這樣自己看自己上課 就是不習慣看到自己啦 那所以其實你就把OBS關起來 那你就照你平常上課的方式 只要你知道攝影機在哪裡就好 不要跑掉 知道你的範圍在哪邊 這樣你錄下來就比較不會有出錯的地方 像我是還蠻習慣有看到自己的畫面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走掉 那個位置有一點跑掉的 可以馬上做修正 這樣你了解了 所以 就開始錄製了以後 對對對 就是照你平常上課方式了 操作的就可以了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最簡單 等於說我也都不用管什麼 我的素材啊 我的教材來自哪裡 反正只要螢幕上有出現了 你要給同學看到 上課需要用到的 就全部都錄下來 對對對 那這時候就是自己的錄影機 這個叫顯示器結局的這個 對 嗯 剛剛您有在把它叫出來 對 等於說我現在如果錄好了 我是不是要來這邊按下停止 停止錄制 開始跟停止都在這裡 對 所以你等於前面一部分 跟最後面那個一部分 會錄到這個 要剪掉 對到時候我們要把它剪掉 哦 就是多這一塊 要做 那如果用我們前面比較麻煩的方法 就是你要錄哪一個 我就先準備好了 就不會有這個情形 按下去就是錄而已 那如果我們自己的畫面要上去的話 是不是前面的場景 你全部要把它關什麼的 不顯 欸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這個是我 就是 關起來給你看 但是實際上 你要錄的時候 這個是要打開的 這個眼睛是要打開的 顯示器 對這個眼睛 有沒有 這個眼睛都要打開 哦 等於說你要錄的時候 眼睛有開 我這個塗層才會錄到我們OBS裡面去 如果像我這樣關起來 我按下開始錄製 只會錄到我的視訊而已 哦 所以要把這個塗層 對對對 只是因為這樣打開 你會看起來比較不舒服 所以 我就把它先暫時關起來 但是我開始錄製的時候 我是有開的 因為顯示器截取開著的時候 其他就是會有 對對對 就是有這種回聞的現象 因為就是 你裡面有自己的視訊這樣 好 所以 這樣有沒有覺得 比較容易 哈哈 還要練習一下 就是這個可以試看看 但是最主要就是剛剛還有一個 就是那個轉換 重新封裝的部分 您這個部分 需要稍微注意一下